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星期五晚我跟Ryan去了Markham的一間香港風格的cafe吃晚飯 因為我們那晚很晚 十點多才出發 幸好那間cafe開到凌晨 HAPPY FRIDAY 餐廳外的停車場當時已經泊滿了車 我們進去找位置的時候 坐滿了人很熱鬧很吵 幸好我們找到位置 我就點了雞翼腩 一邊吃的時候 一邊聽到很多其他都很明顯是新來的香港人 在談論 說了什麼呢 例如說你找到工作沒有 先休息一下吧 還有說他自己以前讀Band 1 很明顯是新香港人 然後我就忍不住 因為很吵 很熱鬧 我就問Ryan我是不是去了王國 其實當時我的內心都挺激動 因為平行時空 那天早上 我就上班 就不停跟同事都有交流 我自己Friend的 叫做 Work Besties 當中都有幾個是CBC 雖然他們是說廣東話 但是他們說的東西 用的語言 內容 其實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內心的其實某一部分 都是跟那些旺角對話產生共鳴的 我看著這班年輕人 其實我覺得他們很有活力 我都相信他們能夠成功留下 是在這裡可以回座位的 其實我都頗有信心的 看著他們 我都不禁在這裡問 所謂很多人說移民很難 之前Youtube都有很多移民失敗的片 以前一直說到現在 說到口臭的二等公民 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什麼呢 雖然我們今天的題目是說中年人移民 是不是很難 但是我又認為其實年齡 不會是一個絕對的決定因素 雖然年輕人移民好像是更容易 心理學家Carol Dreck提出了 他說人類其實是有兩種心態的 就是固定心態和成長心態 固定心態和成長心態是兩種不同的心理態度和信念 個人對於自己的能力和智力的本質的看法是很不同的 固定心態的人是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智力固定不變的 而成長心態是相信能力和智力可以透過努力和學習得到發展和提升的 好像大家在一間公司上班一樣 通常我們都會看到有一類人叫做Ole Seafood 我們經常都叫的 Ole Seafood就是那些可能在同一間公司做了十幾二十年甚至幾十年 這群人早已掌握了需要的知識和經驗 這些人是傾向於不想學新東西、不想接受挑戰的 固定心態的人是相信他的能力固定是改變不了的 其實又不是天生的 只不過我覺得他們已經忘記了他們當時是怎樣去透過學習 如何去透過不停犯錯而是掌握到他現在的能力 這些人對於面對挑戰和失敗就很害怕 因為失敗就令到他覺得自己不是look good 就覺得自己好像很不行 對於其他人的成功他就視之為是一種威脅 他覺得其他人的成功對自己的能力和地位是一種挑戰 最重要的是這些固定心態的人缺乏了改進自己和學習的動力 他只是關心如何證明自己是可以的 而不願意去接受新的挑戰和機會 相對地成長心態的人的特徵和影響有所不同 即場的新人的心態我相信會比較像一種成長的心態 成長心態的人相信能力可以透過學習發展去提升 他們都比較積極去面對所謂的挑戰和失敗 因為他相信其實所謂的挑戰和失敗 其實都是幫他們學習和成長的機會 對於其他人的成功他視之為是一種啟發和成長的靈感 而最重要的是成長心態的人有一種改進自己和學習的動力 他們是願意不停地去努力學習去實現自己的潛能 對於一些在香港已經累積了一定的成就 爬上了一定的職位 賺取一定幾高的薪金的人 如果他的專業能力 他的經驗不是transferable 去一個他要移民的地方的話 那移民對於他來說 就會等於好像那些歐斯福 他要在一個做了他幾十年的公司 轉工一樣那麼困難 甚至會更困難 因為你轉工也不需要轉去一個完全不同的語言做事 對不對 因為這些歐斯福他去到新的公司 他要好像新人一樣重新要付出努力 他才能夠得到他新公司同事和上司的認同 因為別人真的認識你是老鼠 對不對 在這一點上 他的前期是要付出很多很多額外的努力 才能夠做得到 是一點都不輕鬆的 而很多人呢 其實他就是卡住在這一點上面 mindset其實是決定你做任何的事 能不能夠成功 你這個人能不能夠成長的 其實如果大家有看不同的youtube channel 不同的youtuber 你就會知道了 雖然我自己拍youtube 但我都看很多其他youtube channel 我可以說是一個youtube的重度使用者 我個人的觀察 我認為成功的youtube channel 是分兩種而已 要麼你就很有學識 即是你懂的東西我不懂 而你分享的東西 我又覺得relate到我 我又有興趣 而你又有回 好的研究 分析 最好說話還不太滿 例如陶傑爆偉聰的風雲谷 趙氏 城寨 老高 明仔的不正常人類研究所 堅尼地都是 不過他有時有點悶 但起碼有些 topic 是我不懂的 還有我有興趣 我都會按進去看 而另一種就是 以做project 或者不停挑戰自己為主的channel project為主 例如MM 他會做一些實測 就算他做訪問也好 他在香港做訪問也好 他都是訪問一些人 他的生活方式 是跟你同學完全不同的 例如在大埔耕田 或者是一些日本人 在香港旅居 完全不是你跟我日常生活裡 要不就這些 要不就好像不停在YouTube channel 分享自己 不停挑戰自己的極限 我看開的就有Cara and Nate 那些 總之你就告訴我 一些我不知道的事 做給我看一些我不敢做的事 其實這類也是一些 告訴我我不知道的事 的另一種演繹 其實很多YouTuber 尤其是移民YouTuber 有一種愈做愈虛的感覺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嚴格上來說 都不fall into 剛剛我所說的兩個category 其中一個 如果你本身不落地 你沒有很多當地的經驗 例如做事 或者你做生意也好 或者你讀書也好 總之是跟當地人社會打交道的經驗 而你又沒有特別高的學識 即是沒有特別好的分析 研究 刻意的input 而你又不願意去投入做一些project 去不停挑戰自己 跟著向我們分享成果 過程的話 其實到最終大家都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你有什麼價值可以帶給觀眾呢 你能夠分享給觀眾一些什麼 而觀眾是不知道 而觀眾又想知道的呢 如果這個沒有價值去提供的話 而是不停叫人課金的話 那這個究竟是一個價值交換 還是我們可以說是一種掠奪呢 其實mindset是可以改變的 我在這裡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歷 大家都知道我現在是一個政府相關的部門做事 一開始經過很密集的學習期 半年左右就過 probation 過完 probation之後 其實老實跟大家說 我當時的心態我真的想休息一下 因為其實都大壓力和辛苦 那時候我也是密集地轉了兩份工作 不停地找到一些新的東西 都累積了一些累積 那我現在回想一下 我覺得當日的休息 其實我視之為是一種固定的心態 當我入職之後 也有幾個新的同事進來 有一些都是比我年輕 也都是很積極的 又擔任其他額外的工作 當時我都覺得自己已經掌握了 我日常工作的大約九成 問題就是 你始終有一天 可能你會遇到那一成的東西 是你不懂的 那我有一天就是遇到這樣 當我搞定那件事之後 我就跟我的同事分享 我今天又學會了新的東西 那你知不知道 我有個同事跟我說什麼 他說 It is never too late for us to learn 這一句說話 我現在看回頭我就知道 這就是成長心態的人 他會說的話 當時雖然我不知道 但是這句說話 很明顯我記得到現在 就是因為這句說話 其實某程度上 都換成了我的 我自己的self awareness 走了出來跟我說 我是時候都要改變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都on the way 他在學一些新的東西 他將會拿出一些新的 duties 好了 另外 我的打造星級里里的課程 就已經放上網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在info box上去看 這個課程我會是長遠發展的 不停我會去加一些新的feature 接下來我打算加的feature 就是我想拍一些集數 是關於怎樣去為一些在香港來移民 而是打算完全是轉行的人 是怎樣去整理他的CV 是等到別人是快點叫他去見公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 就like、subscribe和share 有些什麼想分享的話 就在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我們下集見